他是全球最帅王子 身上有着中国的血统 是无数少女暗恋的对象 他有冰山般硬朗的帅脸 还有如清泉般明亮的眼眸 五官深邃 全方位无死角 还是未来王位继承人 但他就在成年以后 选择放弃尊贵的王室身份 拒绝任何的王室福利 从再掏王子变身为打工人 他是世界上首位 将模特当作职业的王子 凭借优越的身材长相 和独特的王子贵族气息 不断在时尚界大放异惨 成为国际超模 这位超模王子 在公开附加千金女友后 却惨遭群朝 为何公开千金女友会惨遭群朝 他又为何要放弃高贵无比的王位呢 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 这位与吸血鬼公爵同名的模特 全球最帅的王子 尼古拉 威廉 亚历山大 弗雷德里克 尼古拉生于1999年8月29日 出生在丹麦王室 是一枚纯正的小鲜肉 从流传下来的照片来看 尼古拉王子从小颜值就很高 妥妥的一位小正太 举手投足间都充满了疼惧 长大后的尼古拉王子并没有长悔 而是五官变得更加精致深邃 他那如同清泉般的绿帽 再加上混血血统就如同童话世界里走出来的王子 也受到万千丹兰兰少女的追捧 值得一提的是尼古拉的母亲文雅丽 当年他的父母的爱情故事昏动世界 而他母亲文雅丽身上还有着中国血统 1994年 尼古拉的父亲约阿西姆王子 到访香港时认识了文雅丽 两人很快坠入爱河 一年后王子娶了灰姑娘 文雅丽成为了欧洲第一位亚裔王子 也曾经被抢东方戴亚纳 婚后 文雅丽帮丹麦王室 生下了两个帅姐的混血王子 一家四口其乐融入 但好景不长 在尼古拉六岁时 父母由于婚后性格不和 最终二人选择了离婚 但情商极高的文雅丽 在离婚后依旧跟王室保持着很好的关系 还保留了菲列特宝女伯爵这一头衔 文雅丽也不像怨妇 处处抱怨于阿西姆王子 反而给对方留足了体面 分开后的两人 依旧共同抚养两个儿子成人 这也让从小就是单亲家庭的尼古拉 也能受到父爱母爱的全方面关心照顾 尽管尼古拉是王室成员 但1999年出生的她是第七顺位继承人 因此她继位的可隆心没有夫妻 哪怕她距离丹麦王位比较远 但她依旧可以凭借出众的长相 吸引所有人的注意 在尼古拉王子的成年派对上 她身着笔挺的西装 一头帅气的卷发 以及深邃精致的古官 已经亮相瞬间报红网络 更是被誉为欧洲王室最帅王子 直到现在 尼古拉王子一直都排在 全球帅气王子的第一名 天气大王处一样 尼古拉从少就受到贵族教育 不仅堵了马术 游泳 滑雪 橄榄球等运动 各种各样的运气也是新一种年来 在学校的时候 还曾与朋友组建国足球队 还在丹麦电台节目担任 客组DJ直至高中毕业 毕业以后 她以优异的成绩 考入丹麦皇家陆军学院 打算将来成为一名军官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尼古拉发现自己质不在此 而是相貌时尚潮流 尼古拉不仅继承了母亲出色的颜值 也继承了母亲优秀的时尚技艺 还是显露出她时尚方面的天赋 并逐渐萌发出想进军时尚圈当模特的想法 但对于王室来说 模特这个职业有损王室的高贵体统 之前就有英国王室成员应当模特而保守争议 但对于尼古拉的模特事业 丹麦王室倒是很支持 尼古拉作为一个王室边缘的成员 不必压抑本性被层层的礼所束缚 自然从小就被要求归情去部 受到严格的精英教育 但是她倾向自已 不愿意居住在王室 她父亲阿西姆亲王也公开表示支持 会支持她的理想 但如果不好好工作 还是要回家继承王位 于是 她选择脱离王室 开始追寻自己的模特梦 并且她表示自己要在经济上保持独立 并拒绝接受任何王室福利 因此她可以不用履行王室的义务 从此 王子变成了打工人 在父亲的鼎力支持下 尼古拉在时尚界也大方一层 凭借优越的长相 身材和独特的气质 尼古拉王子被丹麦的一家模特公司相容 成为世界上首位 把模特当为职业的王子 尼古拉在签约进模特公司不久后 她就迎来了自己人生中离一场走秀 登台伦敦时尚中 直接在八宝林歇摩大秀中压重出场 以得天独厚的王子贵国窃息 及文件的台部一战成名 一时间 各大时尚杂志 更是争相邀请她登封面出镜 那张深邃帅气的脸 也成为当下时尚圈最受欢迎的面目 首次登场就惊艳全场的尼古拉 很快就受到众多国际知名品牌的青睐 没过多久 她就受到了迪奥总设计师的合作邀约 轻点合作代言人 让其独挑大了 担任开场和压轴的模特 开秀 一身白蓝相间的西装 搭配白色落地裤 完全就是行走的白马王子 闭目时极简的黑色西装 干净利落 带着别具风格的优雅气息 尼古拉也因此在时尚界名声打造 尼古拉一度被冠以全球最帅王子 欧洲女孩最想嫁的王子等称号 如此 因为有着雕塑般的帅气面孔 又能挣钱养家的贵族王子 会找什么样的女朋友呢 虽然父母离婚得很早 但尼古拉本人在爱情上 却很专一 早就有名草优主 在离开王室的时候 他就公开女友身份了 但女友的颜值 也是遭遇无众人怀疑 认为两人并不般配 倒不是觉得他们身份不匹配 而是因为颜值不匹配 甚至有人直言评价 这位女胖乎乎 看起来比文雅力还要鲜浪 这样的长相 真的能迷入王子吗 王子的现任女友名叫本尼 她只大了尼古拉一岁 两人在高中时期就发展出恋情 女友本尼是丹麦南方银行行长的女儿 这样一想也就合理了 能跟王子一起上贵族学校的人 也只有她这一阶级才发家千金了 毕竟学校昂贵的学费 足以把普通家庭隔绝在外 如今他们在一起 今两年度二人非常恩爱 也经常有媒体拍到两人食指相交一起逛街的场景 看上去是十分浪漫 真是撒了不少狗粮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 她的女朋友还没有像人们所说的这么惨不忍睹 甚至有媒体爆料说其身材较好 穿衣品位也十分潮流 得到媒体的广泛赞赏 在当时看起来 跟尼古拉也是比较般配的 但是近几年以来 本尼已经明显发腹发胖了 所以看上去有一丝丝老态 和最近拍摄的一张照片上 可以明显看出女友发胖的迹象 照片上能看出王子恩爱地搂着女友的腰 但是女友看上去有点老性 这跟活力四射的丹麦王子有着鲜明的对比 甚至觉得二人有点像母子 这也难怪人们用惨不忍睹来形容她 在当年 19岁的尼古拉拉着女友的手 宣布自己已经恋爱的时候 让不少的女孩都大失所望 在当时她的女友也是身材很好的 穿着黑色的长裙 看上去很是漂亮 瘦下来 女友也是一头金发 恶诺多姿 这也不能理解 为什么尼古拉对她情有多重 不知道你们如何看待他们二人呢 欢迎弹幕与评论区讨论 想了解风云人物的人生 可以关注我主页里 观看往期视频 关注名人风云会 每天带你了解一位名人的风云事迹 视频制作不易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点赞转发收藏三连哦 感谢观看